现在才7月初 现在在大西洋加勒比海这个地方 既然出现了一个5级飓风 以前这5级飓风 你都要等到了7月底8月初 你要整个大量的日晒 让这个海洋非常的温暖 你才可能形成这样的飓风 就没有想这个飓风在48小时里面 从一个热带气旋马上变4级 4级以后马上变5级 非常的一个恐怖 也就代表这个热队流是越来越旺盛 热队流旺盛了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航空业 现在也出现了所谓的晴空乱流 倒不然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我以前讲到晴空乱流我没有感觉 可是这个画面我吓死的是 竟然晴空乱流之后 有一个人当然看到一只脚 为什么那只脚 他居然在 这个人比我壮 这个人比我高 这个人比我胖 他在这个晴空乱流 飞机在跌波的时候 他居然冲上上面的行李箱了 对 没错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呢 西班牙的欧洲航空公司 那么他要从这个 等于马德里飞往乌拉圭的过程当中 去遇到那么晴空乱流 那么晴空乱流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预测 一般我们的气象雷达 前面有大云 因为晚上你飞行的时候 可能看不见云 白天可以躲过 晚上怎么办 我们有气象雷达 所以里面如果有水汽 有云的话 你就要飞高或者是避开 但问题是晴空乱流 完全没有办法 事先这个等于预测 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气流 所以等到你飞到的时候 你连警告 安全带寄警都来不及的时候 啪了你就开始了 那么整个飞机就突然间 啪往下这样子急墜 那么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墜了几百公尺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 你看上面那一位 这就是外面晴空乱流 对 看起来晴空万里 他非常的壮对不对 就一下子当你在急墜的时候 人就往天花板上面撞上去 所以才会有这么壮的一个人 竟然卡到了这个行李箱里面 他不是进去里面拿东西 也不是进去里面玩 他直接卡进去了 卡进去了以后让人就受伤 大家把他给这个 然后接下来 总共有三十几个人受伤 那么这个还算幸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那么就在这个几个月以前 新加坡航空也发生了一件事 新加坡航空从这个 等于伦敦要飞回新加坡 飞到泰国 各位 晴空乱流大举增加 这个世界上的地球的 这个等于说 气候异常有关系 泰国的上空最近 晴空乱流出现非常多 那这一架 这是根据一些飞行员 他们的回忆了 那么这个新加坡的航空 突然间飞到那边的时候 无意境遇到晴空乱流 又整个飞机急降 那么他们形容说 有人说是三分钟 降了1600公尺 那也有一位坐在 当时坐在飞机上面的年轻人 他说三分钟 我感觉好像十秒钟就 整个人 轰的这样子掉下去 像坐那个大怒神一样 整个全部都掉下去了 整个掉下去了以后 这次的事件 因为有一位乘客 他有心脏病 所以他当场被吓到 心脏病发 结果突然是死在 这一支的这个 等于情空乱流里面 七个重伤 然后好几十个人 这个等于说受伤 后来飞机还赶快 紧急迫降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 你不要以为 情空乱流 情空乱流到底 太夸张了吧 你看那个人就飞上去了 新加坡航空为了这个事情 改变了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临时反应 所以我们不是搭飞机的时候 常常会有 蹦蹦 然后叫你那个怎么 把那个安全带系上吗 各位 没有要去上厕所的话呢 最好只按人抓椅子上 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系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遇到情空乱流 其实最危险的是哪些人呢 包括空姐空少 尤其是负责 推食物啦 还是运送茶水啦 还有就是要去上厕所 在洗手间里面的人 在洗手间里面的人 那个最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一个遇到情空乱流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飞机直接这样子装下去 那个速度 让你整个人撞到上面去 各位你知道 撞到多离谱啊 那么撞到 有一次我自己的亲人 那么搭飞机 长城 长城的这个 等于说飞机啊 遇到情空乱流 绝对 绝对不是这个 等于说吓唬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从这个 等于说厕所走出来啊 刚从厕所走出来那一段 没有人会料到 因为连那个 把安全带寄警的 那个警告信号呢 都没有亮 突然间情空乱流了以后 他先看到 他先看到 那么空姐 整个人上去 然后空姐在推的那个 整个人也撞到屋顶上 最后 我的亲人 自己也撞到 那个屋顶上就对了 把那个置物箱撞破 整个飞机 置物箱撞乱七八糟 就掉下来 然后当然 那个氧气罩就拿下来 现场大家哭了一塌糊涂 那么事实上呢 有些空 有些空杀在 遇到情空乱流的时候 有一次 直接水平式的撞到 这个等于说天花板了 以后掉下来 掉在乘客的身上 叫乘客救他 乘客就赶快把他 给紧紧抓住 要不是把他紧紧抓住的话呢 他还会再抛上去 然后他撞下来以后呢 飞死即伤 所以千万 在大飞机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 防不胜防的 情空乱流 好 惠神 对大家讲的 现在这种灾难 几乎是每个地方 每个州都出现这个状况 印度都没有想到 它也是一样大雨 也是一样洪水这个湍流 湍流到了 一家七口爆成一团 是 这画面看来 真让人家非常心酸 他们是一家七口 去莫买八十公里处的 一个山区域度假 就没有想到 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竟然突然之间 暴涨的河水 他们就竟然就困在 这个河水中央 你知道吗 你看他们一家七口 全部抱在一起 就水水太湍急了 慢慢的 慢慢的 比较小的小孩子 承受不住了 结果小孩子就往下流了 他们脱困了吗 他们七个人里面 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 是自己有游游 游上岸 其他的三个 已经找到了遗体 然后另外两个下落不明 所以其实这件事 就这样被冲走了 对 被冲走了 然后你看其实 他们就是爸爸妈妈 小朋友 整个看了画面 这个眼睁睁 在大家的眼睛里面 他们一家七口 就这样子 其实真的让人家 觉得很难过 然后他们讲说 事实上一开始 根本没有发现到 这个河水会突然暴涨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 因为是雨季的关系 突然之间的状况 所以他们想到说 这个气候异常 或是瞬间的 这样子的 山洪爆发的状况 其实在各个国家 而且这个越来越频繁 那包括印度 在六月二十八号的 在中印边界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本来是在进行 所谓军事的一个训练 没有想到一个坦克车 车在经过一个河流的时候 突然就沉没了 那你现在看到 这是他们首都新德里的一个机场 就没有想到 也是因为滂沱大雨的关系 突然居间屋体就塌了 塌了之后 竟然就压坏了 这个停在里面的一些车子 就造成一人死亡 八人受伤 然后现在就这样说 这个雨 强降雨实在是 瞬间太强了 它这个整个坍塌下来之后 就压了很多车子停在下面 这机场 对 这机场 然后因为刚刚讲到 它是强降雨的关系 这就是坍塌 然后下面很多车子 就被压在下面 就不幸的有一个人上针 那同样的 这样子不幸的情况 也发生在哪里呢 也在湖南 湖南一样 也是因为在越洋的这个部分 你看这其实很可怕 发生了土石流 远远远远的 就那个房子直接就被冲毁了 那许多的一个 因为就是土石流 也是从山上这个部分 然后滚滚 土石 整个冲击下来 结果白色的房子 就这样整个被覆盖掉了 然后因为湖南越洋这个暴雨 这本来是人家的车库 一楼的车库 结果整个都变成游泳池 车子看起来应该也都爆水 哇塞 这个不止 那车库 那车库 这停车场 对 停车场 这不讲话 还真的会以为是游泳池 那有的车子来不及跑了 可能就已经泡在水里面了 还有包括什么 整个这其实很可怕 因为也是因为瞬间长叫雨 你们看到地基都被掏空了 所以你看整个干肠寸断 这地基被掏空 所以这里就是 这个瞬间的雨势 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包括哪里 一样也是大楼的住户 但看了其实很可怕 他们竟然楼下都冤在水里面 甚至有人说 我们这个家里 我们是五层楼 我们楼下已经有三层楼 都不见了 赶快来救 结果打了两百多通电话 没有人来救 所以他们说 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造成死伤很多 好 所以玉峰 刚才讲的 现在在大西洋里面 已经来了第一个飓风 而且这个飓风非常恐怖的是 一下子从一个热带气旋 马上变得四级飓风 现在也到了五级飓风 而且这个地方 已经刚才讲的 已经造成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被夷为平地了 对 这个贝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他在24小时之内 从热带气旋1234 变成四级 然后变四级之后 又变成五级 这个是卫星预图 这样看一下 你竟然从这个地方 这距离地球多远 大概400公里远 可以拍到他的飓风眼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有一个单位 把他跑进去观察 进去他的飓风眼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是非常非常厚实的一个眼墙 这厚实的眼墙代表什么意思 你说NOVA特别开了飓机 进到他的飓风眼里面 对 其实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机构 遇到这种飓风都会开进去 但是他们说这次进去 真的是吓到了 因为他太厚实了 而且他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除了他24小时 从热带气源变四级飓风之外 他现在已经变成五级了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大价 扫过去之后 你在加勒比海上面 沿途的每一个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盛文森在格瑞纳达 全部被移为平地 现在来讲盛文森格瑞纳达来讲的话 他们这边来说 他们说大概90%的房子全部没了 90%的房子都没有 一过去之后 你看屋顶已经直接被掀开了 然后他们那边有很多的那种房子 其实都不是结构太强的一个结构 所以扫过去之后全部都不见了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有没有传输伤网还没有 可是他们的总理是说 那是因为通讯断了 当你通讯有好的时候 我们很难确保 因为他们在格瑞纳达来讲的话 很少没有办法经历 挡得住这一种大型的 这种粘蛋型的飓风 所以当他扫完之后 等到通讯恢复了 恐怕会非常非常的惨 因为他除了下雨 除了狂风之外 他会把这些海水倒灌全部带进来 因为他的气泉太强了 带进来之后 是没有人可以撑得住了 所以他们说他们现在这些岛屿 凡是每一个经过的 都是撞了一旦 波多里哥也在这个路径上面 可能你扫过去之后呢 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你现在来看这个画面 屋顶被吹飞了 水塔被吹飞了 然后看一下这一个码头 这一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他想要去拉 把自己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来的时候 你看一边跑 后面 整个都炸起来了 然后最后他还是跑不回码头啊 因为他想去把他的船给绑紧一点 结果回来的时候 你看下面这个 但是因为他这个海浪 碰碰碰碰 整个都掀起来之后呢 就像是电影里面 感觉上后面是有人在追杀他 一路一路 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就跌了下来 所以呢 他这些画面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贝尔 很少加勒比海 接下来要直冲墨西哥 每一个经过的 恐怕都是灾难性的一个场景 而且他这个画面多可怕 就是刚刚讲 他这风强雨期 风强宇宙的状况下 他慢慢看到的 全部一片雾 一片水雾 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他都带来的 除了他的眼镶非常厚实之外 他旁边的距离是非常大 你面有非常多雷雨包 所以你扫过去之后啊 旁边的这个雷雨包下去之后呢 你恐怕是有好几个小时 都是密集的一个下雨 而这几个小时密集下雨 如果你的基础结构不好的话 或是你基础建设 没有完善的话 恐怕都会造成很大 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现在六月七月 就有这种第一个飓风行程 而且24小时之内 把他的强度一再一再的加强 代表说海水太热了 海水沸腾了 海水给他这些能量 那么以后恐怕这会变成常态 好 宇萱 刚讲台北虽然我们没有这个飓风 没有这样的一个台风 可是光是一个热对流 就已经有灾情了 反正没有错 我们现在讲整个全台湾各地 因为所谓虽然没有台风来 但极端气候队流的状况下 频频的在下午之间都会下了好雨 比如说我们就全举一个例子 苏花公路为例 苏花公路从得断呢 你仔细看这个画面里面 原本这地方应该是 铁轨行进的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 它出现了什么状况 旁边边坡应该有树林的地方 你有看 整个地基不断的掏空 整个泥土不断的往下面 整个流起 铁路呢 铁路整个被掩埋了嘛 被淹没了嘛 完全看不到铁路 所以他们在这个状况下 还赶紧去加通 开通 那预计说可能要等到 这个3号的时候 才有办法开通 但不只是这样 花莲虽然说这个灾情非常严重 但北部地区也没好到哪里去 包括我们讲 新店这个北移路的地方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常常会骑过去 它底下的有一个大牌 但这个大牌 各位你们仔细看 原本应该是要清澈的水流 结果完全变成这滚滚的尼流 这代表一件事情 它在上游的地方 有地基 甚至是有山坡地 已经遭到掏空 甚至是我们讲的 有坍塌这样的状况 所以才会把整个泥水 往整个河川里面去带 而且更可怕的什么 更可怕的是 包括有这种泳夜路上 有骑士骑着骑着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水流实在太过湍齐 没有摩擦力 整台机车就这样硬身倒下 而你就知道 整个在全台湾各地 都因为这种热对流 出现了贫船的灾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